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说 免得这么多东西烦 这就算是好事 但如果经济新闻 地产新闻是这么少的话 亦都证明市场是很牛皮 牛皮不一定是好 不是牛皮不等于牛市 牛皮的意思是不上不下就叫牛皮 市场好像死下死下的那些就叫牛皮 10个牛皮 那又怎样呢 9个淡 所以大家看到香港差不多 股市和地产都没有什么新闻 其实是否好事呢 看来你看到楼价指数和买楼 小阳春可能过了 小阳春可能过了 有读者问我 我说你之前占卜说今年年头市很旺 我有回答过那些读者 我说其实其股市已经旺了 但被我占卜的早了一个月 就是说我之前预算 就是今年年头市会旺上去 但结果变成在12月,比我占的一个月早 即是说在12月,基本上港股已经完成了 14000点升到22000多 现在是守住那些20000点,19000点 20000点也不知道是否守不守得住 如果港股要再升,那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停止加息 或者现在要停止的,因为减缓的人都没什么信 即是未必信你,即是你现在要宣布停止加息才行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俄乌战士很戏剧性地完结了 如果这两样东西,事但一样东西出现 或者两样东西同一时间出现,那港股有可能会再大升 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应该完成了 其实中国也完成了,即是说 Reopen 已经完成了 即是差不多1月8日到现在已经 一个月,两个月了 今天已经是3日了,还有几天就已经两个月了 在市场上来说,之前已经完全消化了 今天会跟大家说 在文汇网上我看到 其实不断,文汇报也有刊登的 文汇也算是大报 说英国就通加了乞业 如果香港人移民了英国之后 你后悔我回来,那我回来就会很没面子 是吧 即是如果一回来,即是后悔,即是坏了 很草不怕回头吃 稍后会跟大家说 但我先回应了一个读者问题 现在回国内是否一定 即是已经不用现金,要用一些电子支付工具呢 可以说七成都是 那你说一般的,你一街买个串销 买件衣服等那些,那当然可以 甚至你给黑衣的,就不用支付宝 但是你说很多交通工具 和政府有关的东西 一些大的公司的付费 都真的是支付宝,微信支付那些 是的,即是他未必全部是 但是都是百分之六七十已经是 譬如你之前我们说过 你去做国内,做回国内检测 你没有支付宝,甚至你给现金不收 这是国策 所以你现在,美国那些是没有的 即是你给现金就可以 你用PayPal,你用信用卡也可以 即是等于香港一样 你支付宝也可以,你微信支付也可以 阿里Pay也可以 你喜欢给现金百大通也可以 但是国内真的特别 譬如说买高铁票那些 你也是用电子支付稳固些 否则你给现金去排队等等 我不知道我们以前不是有部机 有部机可以入钱去买的 基本上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因为之前都是我国内同事在网上帮我买的 即是那些高铁票等等 那现在是不是,读者魔告诉我 现在你在国内买的那些 国内航班的那些飞机 是不是已经全部没有用现金 我估计仍然有用现金 不过用现金就很麻烦 即是可能你要排队 接着又不是很多贵位 你用阿里Pay那些就网上搞定 我估计是 所以你回国内 如果你没有那些支付宝 微信支付那些 可能你会麻烦些 即是你只是持有现金 有时甚至很尴尬都不出奇 这个大家要知道 好了,现在港股还有十分钟左右收市 跌百几点 借着两万零几点 我看看 两万零四百四十点 跌了一百八十点 成交就是一千亿 刚刚过了一千亿 一千零三十二亿 鑽石九就一二三没有变 美银组合都是 我这个打错了 应该是43% 43% 不是47% 43% 一月份的收费版 我已经放在网址 大家点击YouTube下面的连结 就可以了 先说一下 美国的三十年按揭利率 已经飙升至六厘七 三十年飙升至六厘七 那么楼市 或者是 即是Home Depot 或者是创科 或者是Lose 一定是下风的 按揭中数 在二月份 在二月份 跌了 五点七 你当我6% 上星期 按揭中数 跌了五点七 100% 先说一些新闻 又播错 这个荣光 但今次 好像那些人 不敢再移动 Google 上次不是吵Google 每个人都撲出来 今次没有了 今次波斯尼亚冰球赛 因为黄色线 是香港队 又播错 袁明光 哈哈 我不相信 他真的会这样做 你问我 我觉得真的有点特意 其实有点刻意 就是我播错 我道歉 你咬我 是不是才对 香港的队员 就举T字手势 他也播错了十多秒 如果你在网上听 应该不止十秒 十多秒左右 也播了一大段 港队叫停 最后波斯尼亚 他是道歉 对不起 我们播错了 其实这个领队应该是个外国人 贝君琪 就说 领队难时时监督播放 简单说一句 他的责任是去球员 令到球赛 即是那个比赛是争取好成绩的 他不是去看那些国歌 你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事出现 你说 就是播错一两次国歌是有的 但是持续这样播错呢 我想全世界都没有 其实 这次已经是第五次了 又是国际赛事 每一次都是国际赛事 你说幸好就是国际赛事 已经去到这个世界冰球錦标赛的 第三级别的比赛 但是问题就是 你这些又催不去 你如果在香港就拘捕了你 基本上 你试试你在香港播错 立即拘捕了你 那他在外国你没办法 其实 好了 后来就被这个国家 可能被这个国家按住了 你别动 你别动 不要乱够来 Google一走就糟糕了 你看到今次 就是这些西门止境 业务那些 完全没有出声 你看到 完全没有出声 可能上面已经说了 加上两会 你们讲小巨档帮忙 麻烦你 但是你说八个月内 第五单出错 我也挺肯定 是有特意的成分 里面 播错国歌时而有之 但是你说 已经搞到这么大件事 还有国家继续播错 很难说服我 是吧 好了 这个就是文汇网的2月28日 就是两天前 就说在英国的街头 通街乞衣 还有只狗 这只狗也是比较遜的 刚刚还拍照 香港人移民英国之后 如果你后悔你回来 这样 他不是说你好 他说好草 别人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他说好草 就是香港是好东西 虽然你跌倒了街 不过我们大人有大量 容许你回来 其实那句话是想这样说的 同一时间就贬低英国 接着贬低移民去英国的人 然后就说自己在香港管理得好 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 他想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思 但问题实际上是否这样 一会和大家谈讨一下 好了 首先 削减了首字的印花税 我们之前报道过 就不重复了 再加上一路这样吹这个 Hello香港 香港你好 他是故事 是吧 再加上一路吹那些大外孙 所以那些新盘就好一点 销情下 你说四百万那些 Loverland 这些 基本上都有人上车 因为你 我觉得不关于印花水事 主要就是 始终也有人要结婚的 对吧 很多人都觉得 今次已经结束了 疫情结束了 最坏时间已经过了 我的经验就是说 见底未必一定回升 如果你看回当年的日本 见底 但是很久都没有回升 他大约是五六年左右 即四五年左右是见底 日本是 但他熬了多少年呢 说熬了二十多年 是啊 可以的 不奇怪的 你想想当时的 九七年 沙士多久 十年了 大哥 到了零八年 十年时间了 你说现在香港才三年 十年做了七年 好了 也有官方吹捧 说 终于有发展商 就买地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 那些地有没有 即是你加了国安法 是不是没人买 不买 便宜便有人买 便宜便有人买 旺角适宜街 旺角适宜街 的商业地 我们大概都知道是哪 很大幅下 其实 可以的 你看到个位置 香港寸金尺左右 这样也贵 每尺地价3,100 大哥 下限都不止 下限还要低16% 坦白说 你为什么下限低 之前 我们不是报道过 波叔息售 喂 我们的价钱不会乱卖 现在便低于下限16% 因为你不可以没有收入 对吧 正常来说 它应该是3,500呎 最低 3,500呎 其实正常来说 这些地已经低了 已经低了 平时一般 你没有90亿都买不到 这些地 真的不是开玩笑 你看看现在 你还要下限低16% 还要他肯出价 背后 有没有人打电话过去呢 买地 大哥 你要买 谁想你买 这样 你比较便宜 便宜 另外 再吹 我真的不明白 大摩 我真的不明白 现在日本和韩国已经取消了中国的防疫限制 只不过是要有核酸检测 以前每个人都有的 证明是事实打了纸 他居然会说 因为日本取消了 所以中国去日本的旅游人数会大幅反弹 你就买葵程 你真的要去日本的 你几年都没去的 你欠不欠一个核酸报告呢 我觉得不会欠 欠不欠几百元呢 我觉得很怪 大摩那些有很多左胶在里面 我当你香港人真的要日本 你两夫妇去欠不欠几百元 你去都花几万元 欠不欠几百元 拿个核酸报告呢 你都不欠了 这些很怪 另外再吹 5月1日 黄金周 这就很厉害了 旅客会报复式 自论自论都说报复式 真是真是 大哥 你中间香港现在没了防疫措施呢 基本上要来香港的人都来了 要来香港的人都已经来了 怎么会5月1日黄金周做什么报复措施呢 多交予的 首先跟你说农历年又报复了 接着5月1日又报复了 如果5月1日的数据不够的话 不要紧 10月1日黄金周又报复 接着再报复不行了 那就再农历年了 周而复此地告诉你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也报道过 来那些是吃这个 其实他们来吃这个两送饭 我预计了 因为在疫情之前 我们报道过 在东冲那些 直接坐在东中七十一门口吃饭 我们大概知道来那些是什么 譬如说 我想着他们土瓜环 他们其实吃那里 基本上很近有一家 大家乐和大法活 你看看他大家乐大法活都不吃 真可憐 他吃两送饭 那边我经常去的 他连大家乐大法活 就是过一条街道 他也不去 够位的 那间大法活 够位的 那里有几个人而已 你想想一样 他要吃两送饭 你想想 其实情况是 挺体验香港的 其实我觉得是 他想来做体验 所以这些说 旅游再报复式不会的 他要来他已经来了 他要来就来 他不来就不来 旅游这些东西没有报复式 报复什么 神经病 都报仇吗 真是恶够 另外 你看看国内 今年 广东省会新增融资 4万亿 你想想 印银子印得多厉害 旧经济 我们之前也说过 楼市是一个问题 工业是一个问题 他不印钱 融资 很难顶住 特别是房地产 房地产问题也有 工业的问题也有 也有很多 如果大家 我这些朋友已经说 现在东莞是没有了 十七九空 有 即使有 剩下的那些厂 它之前一千人 现在只剩下一百人 就是这样 另外 也支持一些企业来香港上市 我们之前说过 总而言之 你打着科企的名号 你没有收入 没有盈利 都可以在香港上市 大家应该有去过 广东道这间浦尔 是吧 我也去过很多次 我想经过就无数次了 但是真的去看过 我没有记错都超过十次 大家 这个是刚刚今天出的 今天的零一出 即是星期四的零一出 看到浦尔眼镜 曾经过月租是二百三十万 好了 那就雕空了一年 我证实是有的 因为 差不多一年前 我走过都已经刺了 雕空了一年 有一间药房 现在五十万就进住了 那么问题就是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既然你说香港已经复苏 有自由行 为什么业主又肯 五十万租呢 因为其实业主 基本上已经 如果五十万一个月租 那么这个业主 已经损失了六百万了 一年 其实那些业主 某程度上可能很有钱 但是我是不会允许这个策略的 他也未必 有我们的感觉 因为他有钱 他未必有那个感觉 其实已经知道 坦白说 如果还有些名店回来 他为什么现在租给一个药房呢 因为他看到 你自由行 再回来 叫做自由行 你看到广东道的人流 是不似预期的 你看看现在这个时间 所有东西 全部回复翻山了 他看到的 他看到 咦? 不是啊 都不是说这样的 那快点租给一间药房 就是这样的 那药房你说五十万一个月 你除了三十天 即是一天要万几元 一天要万几元的盈利 才能顶得住 那也很难的 是吗? 因为一般那些 很难说的 可能也有人 即是有那些内地人去买药的 都不出奇的 我觉得 但是五十万是很贵的 基本上 一般 譬如在太子那些 五十万是最高峰期才会五十万的 最高峰期一百万都有 但是 一般来说 都是几十万而已 其实 当然 他的位置是不同的 是吗? 赤租是五百元而已 你见到 铺子应该不小的 铺子 我记忆中应该不小的 所以你就见到 那些经商的人 他看了你 完全恢复了 所有的措施都没有了 咦? 人流都是这样的款式 看过了 那就决定 即是五十万 虽然我估计他很有钱 但是五十万比零 是吧? 是吧? 另外关于劏房的补贴 我们之前有报道过 有推出过 这个劏房有个津贴 即是说 如果你多久 没有这个 上不了楼的话 你申请了 而上不了楼的话 是有 有这个 现金补贴的 虽然不多 有些长者 申请公屋时间 未够三年 就没有的 现在已经结束了 即是说 劏房的补贴 明年就会结束 究竟这个社署会不会继续呢? 可能是未必 可能是未必的 但是同时 同时就推出 即是狂推 选择了公屋 众人们的 大家看到 这个 规模也算大 最大型的 过渡性房屋 大家看到这些房间 就会知道是货贵屋来的 一看这些东西就看到了 大家知道香港一般的公屋是怎樣的? 是開門建設的 公屋居屋一定開門建設 為何這個開門建不到設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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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簡約公屋 這是在江夏圍村的其中一個單位 是恆基的,即是四宿那邊 這個也很大 剛剛在前兩天有入伙儀式 項目提供了1,998個單位 大部分都是一至兩個人單位 大約可以容納6,000個應該是等上樓的香港居民 原本說香港的議員想著和何永賢一起去長沙 看看簡約公屋的生產線是怎樣的 本來就說會去的 但後來大家說完 不如去長沙 看看簡約公屋的生產線是怎樣的 但去的時候就失敗 只有幾個議員去了 即是迪志遠 邱特根 西門紫敬等 坐高鐵去 我也坐高鐵去過長沙 我自己 坐高鐵去長沙大約是半天左右 我記憶中也有七、八個小時才到的 差不多 但一般來說也能接受到的 其實也挺舒服的 應該不是即日來回 除非你遷就時間 否則你睡一晚 或者你夜車也可以 如果你夜車回來 高鐵有些可以睡 你睡了 你睡了 早上 我不知道是停深圳 還是停香港 我坐過是停深圳 早上六點多到深圳 剛出去了 我吃過早餐 坐車回來香港 回到家都是九點多 我也坐過幾次 那你說局長當然不去 不知道去甚麼事 你去到如果很失禮的就糟糕了 好的又不會加分 失禮的又不會加分 何永賢當然不去 我們看看封面 其實呢 這個文匯那些 經常都登一些新聞出來的 有在這個 另一也有的 另一也有的 不只是文匯登的 但很多時候 只有新聞 就說有一個這樣的 即是A市民 但不知道甚麼人 又沒有照片 又沒有視頻 甚麼都沒有 通常文匯那些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去年的 一向都有的 就說香港人去到英國之後 黃絲 他說了黃絲 他說明黃絲 他怎麼知道那是黃絲 就說去到英國 吃意粉都被人罵 我沒有看完全文 我猜就是 你吃意粉的方法 跟別人英國不同 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因為他那個報道 基本上我沒有看到有人名 有一名黃絲 也沒有訪問內容是甚麼 也更加沒有影片 這個我更加不知道 文匯向來向來也有的 大家看到 這是大公文匯 傳媒體報道 香港人移民到英國之後 特別是黃絲 人離鄉展 去到英國被人歧視 他就說 在當地被人歧視 騷擾 那名黃絲拍了一段影片 就說在英國 搭交通工具的時候被人騷擾 有一次坐火車 就帶了一盒凍意粉 上巴士 司機指是Chinese food 又指中國食物很厚厚 更以惡劣的語氣 叫他不要在旁邊吃意粉 他說有次去戲院看戲 被戲院職員要求出事會員證 其他客人就無需出事 他又提到文化差異 有一次朋友在街上見到一隻狗 想摸一下 但是狗主就說 不要吃牠 不要吃 不是不要碰 令牠都覺得傷心 但是這個黃絲就自我安慰 經常都有這些報導 在文匯 這是2月28日 拍了別人 在英國來說 首先要聲明 劉浪漢未必沒有錢 好像奇諾里維士那些 很多時候都跟劉浪漢在一起 但是奇諾里維士也是很有錢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奇諾里維士 還有一隻狗 那隻狗稍微辣散了一點 但也是很精神的 在喝杯咖啡 咖啡或者奶茶 我不知道 這個大家看到就是 就是文匯 文匯網的2月28日 就說 第一件事就說 香港人你很狠狠 你聽傳媒說 就移民了去英國 就說 被這些傳媒製造恐慌 簡單說句就說 其實香港是沒事的 不過很多傳媒 有沒有罵我呢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叫大家 就是 小朋友 我經常說一件事 小朋友 如果你有小朋友 走 有小朋友 走 因為為了小朋友未來 你自己是否移民 你自己決定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很多人說 被傳媒製造恐懼 誤道了過去 英國人一樣 面對收入不足的問題 租金、食物、聯繫費等等 有些人在自己國家已經沒有退路 最後可能去到無家可歸 有機會去到英國做乞丐 還有很多這類的報道 租英生活負擔艱難 香港的女碩士生去到 就跳了一樓 就掛了 我也記得有這樣的報道 還說有些居住環境是很惡劣 另外 剛剛說 因為有些人慢慢認清楚英國的真面目 知道被傳媒誤道 BNO申請二英的申請人數 立即大減 下面有些數字 即是說是少了 申請強積金 租民申請強積金 但實際上的問題是否這樣 零一都有 同一時間 零一不斷有這些報道 這不是多久 2月13日 移民英國後悔 港男生生活艱難 兼且沮喪 歷數英國三大罪狀 這些也是無名無姓 只有黃絲 更有借用Stephy的照片 其實這不是Stephy 經常要剪草 經常回禮 鄰居 問題是 我也有跟我去英國的同學 通過WhatsApp 坦白說 英國的經濟情況 是讓他來的時候 是差了的 他差不多過了英國一年半 至於你說是否真的很差 那就未必 差就差了 但未必 我昨天也有說 他也收到這張標 約600磅 即是Energy Bill 但英國有 400磅的補貼 但他未必有 我沒有問 我免得問 因為很尷尬 因為他們還未是BC 所以他們還未是BC 他們應該沒有補貼 如果Energy Bill 是600磅 其實是很嚴重 短期內他頂得住 因為他也賣了整層樓去UK 現在是萬城 但問題是 你說有沒有剛才那些大公文會說得那麼誇張呢? 我同學說沒有遇過歧視的個案 他自己 有沒有人遇過 不知道 但他說他自己沒有 他太太還要上班 他大我少許 已經是做網上生意 但他太太也要在英國有些兼職的工作 其實他說 有些工作 我不便說得那麼清楚 大家明白 但是他說 他們的家人沒有遇過歧視的事 那些小孩子讀書 那些同學都很友善 其實那些鄰居都很友善 那些鄰居都很友善 那你說當然 有沒有餐廳和餐館 有時沒有那麼禮貌對待 這個哪裏都有 香港都有 你說至於有沒有他們說得那麼誇張 他也要剪草 其實他也要剪草 他也要剪草 我老婆的朋友過了去Melborn 那他的房子三千多尺 他也要剪草 你能夠遇到過去就是這樣 是吧 那這些是否一些 你應該要抱怨的事情 我覺得又不是 那你說 我問他有沒有想著回來 他說沒有 那些小孩子相當適應 所以他說沒有想著回來 那我過了去加拿大的夥伴 那他也說沒有打算回流回香港 沒有 因為真的 實際上我移民的朋友 這麼多年來 就是我半生人 半個世紀 回來的人不足1% 我自己的經驗 至於你說他所說的是真與假 我不敢說一定是假 但是比例一定是很少 其實他只是想告訴你 哦 你們是被人煽動的 香港是好事來的 你回來 我們最多接受回來的 你就做錯了 其實他只是想說這樣 對吧 但問題很多時候都被網民罵 喂 你說的一句話 連一名黃絲 當地他不會理你 是藍絲還是黃絲 是吧 你是藍絲 所以你沒有後悔 你是黃絲 所以罵你 他不會的 英國人他不會理你 你藍絲還是黃絲 去告訴你什麼 看你的樣子 就覺得你是中國人 聽你講話 就知道你是香港人 對吧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對吧 我們講一點點關於香港的樓價 今次的施政報告 才爺繼續沒有減辣 又是被人罵 劣平如潮 抱著辣椒 其實現在的手折 即減了手折 你問我其實幫助不大 如果你說四百萬的樓價 可能幫助大陸 即是不用付的 付一百元 但是問題是 七百多八百萬的樓價 根本上是沒有什麼幫助 連一個百分之都沒有 即是七百萬 八百萬的樓價 你省六萬元 連一個百分之都沒有 對吧 那你說撤了辣椒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心理上 實際上我覺得還是沒有 高官油花園 他設時間表 應該不會的 我估計 短期內他也不會切辣椒 大家看到施老闆 施老闆就說 你看到施老闆自從 被習主席鐵拳打中之後 香港也是 國內也是 其實國內現在中原已經收工了 基本上 國內的中原其實已經收工了 你看到施老闆出來說 用家可以買樓 炒家未到大舉入市 哪裡還有炒家 香港 多久了 香港和國內還哪裡有炒家 我想香港沒有炒家超過八年以上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的 你說波叔那些算不算是炒家 我覺得也不算 為什麼呢 因為他被捕首期 被捕首期就不算是炒家 當然他的 purpose可能是炒 但他的行為不是炒 所以你看到其實 他虧錢只是 但他沒有死 因為他拿著磚頭 他虧錢只是 但他沒有死 因為他拿著磚頭 那為什麼耀星虧這麼多呢 你買這麼多便虧這麼多 耀星虧這麼多的原因 就是你買的價格太貴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他買的價格 不是當時天價 那樣餓狗搶死去搶那些商店 的話 耀星也不用死 即使今天 如果耀星沒有在當時買 是今天才買 你一樣買那麼多回來 其實他也不用死 只不過是他天價的時候 他搶回來 價格下跌了 你每月給的按揭太高 你樓價高了那麼多 商店高了那麼多 你買得貴便死了 對吧 即使你租出去 你也頂不住 你幾年前是可以的 現在不行 所以問題就在這裏 就是說他有舊磚頭 他給足這麼多首期的話 如果不是他一天價入國店 的話 耀星也不用死 他只不過是入得太高而死 所以你見到 司老闆就說 對本港經濟和樓市前景感 憂慮 這個是我們見到的事實 所以你說香港的移民 即那個人口流失 即移民英國已經是 那些人因為去到英國領了 所以就不去了 甚至有人回流 這個我不相信 大家看到 你見到 還是有這些新聞出來的 幼稚園中小學教師流失了多少 百分之十七 是吧 即是十個教師 就有兩個教師走了 小學班數將會跌那麼多 你看到他仍然救人 你就知道 因為那個學生的人數 即是大家跟著的比例跌 所以你說很多人會回流 我一定不相信 你說英國那些移民的回流 我一定不相信 好了但問題是否少了人移民去英國呢 我估計去到今年第三季應該見頂 除非一件事 你再有些神經病的行為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應該見頂 但也差不多 2020、2021、2022 三年半 應該就見頂了 通常的移民潮都是五年的 大概是五年的 去到超過一半 就已經是見頂了 另外這個會計也是 你看到會計 居然有八千個空缺 八千個空缺 沒辦法 生意去了新加坡 有很多厲害 有很多銀發族都厲害 大家看到這個 招聘會中有四十人應徵 大多數是上了年多的銀發族 即是我們這些 即是年齡界乎五十至六十 會計公司負責人毅先生說 近年會計界請人難 不少公司相關科目的年輕人 都不急於工作 不是不急於工作 是不急於你那份工作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一件事就說 香港整個已經轉型了 基本上 整個香港 我不知道它轉型做甚麼 其實 但我覺得一件事 香港整個已經分散了 跟2018、2019年已經是完全兩回事 即是很多工作是沒有人做 留下的那些 很多是新香港人 或者我們的老爺 年輕的那些可以走 不能走的那些就躺平 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了 還有很多賣港 好像吳秋北那些 居然還叫特區政府 不如你去買大灣區的房子 用來做公屋吧 是吧 香港的房子都沒有人買 香港的房子都沒有人買 大灣區關你什麼事 是吧 香港的房子都沒有人買了 那你還叫香港特區政府 你叫都叫香港特區政府 買了香港的房子 用來做公屋吧 怎會叫特區政府 買國內的房子 用來做公屋呢 這些不是賣港是甚麼 對不對 大哥 你看到北部都會區那裡 很多地方 是吧 大哥 我和四大家族 買回 喂 我給你們錢 你們幫我建公屋 你給我不建 是吧 才一定建的 那為甚麼不在香港建 呢 四大家族有這麼多地 你一叫一聲 你欠了幾萬個 你坦白說一句 你建了四五萬個公屋單位 已經大大舒緩了 那個排隊 是吧 你既然這樣做 那為甚麼不叫特區政府買香港的房子呢 是吧 還有呢 就是希望特區政府 買大灣區的房子 用來做公屋 不知道要蓋還是不蓋 總共提交了17項的建議和提案 即是 即是沒得搞的 即是這個人真是沒得搞的 好了 和大家跟進一下高財通的申請 高財通的申請 基本上批了很多 你看到 當然有那個賀建斐 現在可能做刻意 基本上 你看到接獲的中數是7,400 批了5,700 拒絕的就是286 他有三類的 申請前一年全年收入達到250萬或以上 第二 B類指定綜合名單裡面 定名的全球北強大學學位 並於申請前五年內 即至少三年的工作經驗 C類申請前五年裡面 獲得百強大學攀售學士學位 但工作經驗少於三年 此類別設上限每年一萬 其實就是什麼人都可以 如果你看完A、B、C 即是什麼人都可以 國內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他批還是不批 所以你看到其實賀建斐呢 因為你如果最少三年經驗或者五年 但是你工作經驗可以少於三年 其實就是什麼人都可以 廢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到A類人就89個 獲批 全年收入二百萬不足三百 三百至五百二百十二 一千萬以上八十五個 一千萬以上的收入的人 為什麼要來香港做呢 所以他所謂高財通 獲批的符合資格 我一個都不相信 當我知道何建斐都獲批 甚至出了通行證 我一個都不相信這些 全部合資格的我一個都不相信 剛才這個文匯網 就是說他用什麼去判斷 香港移民BNO移民英國的人 是少了呢 就說上年以永久離港 申請提取強積金的有七千宗 按年跌十九個巴仙 我告訴你為什麼會跌呢 因為不批 不是申請 是批到的 因為不批 你明白嗎 我過去了 英國的舊同學的老婆 她沒有拿到強積金走 我之前也說過 為什麼 因為匯豐不批 匯豐不批 她拿著把英國BNO入境的紙不批 她不當你是移民 她說你是入境 而已 你要拿了一個BNO 還要報了你的地址 給你所有的細節 她 她才會考慮批 她那時候離開 何來會有一個地址 但一定不會有BNO 所以她不批 所以當她不批 她便不當是 她因為不批 但問題是 我的同學的家庭 他們是兩個家庭一起離開 那她不會因為 還沒拿到強積金 而不離開 便會繼續離開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數字 是不做得準的 因為大部分 宏理可能會好些 但是匯豐網上看到 很多人都不批 所以被人批准了 就是這樣 那不批便當你少 沒甚麼人申請強積金 所以永久離港的人數少了 是錯的 他不批便當沒有 是吧 另外之前我們說 今年1月 香港的強積金 這個回報就剩下了 6點多% 但是你看到2月份又下跌了 2月份又下跌了 因為2月份的廣估跌了 2千多點 所以其實沒得搞的 另外大家看著 很快 很快的 李家超就快又上去 應該是3月 率領香港的高官 再上去大灣區 那時候應該會說定很多 為甚麼 五加二的大灣區要圍住香港 你看到五加二的大灣區 是圍住香港的 現在包括澳門也圍住香港 為甚麼 因為只有香港對外 可以賺到少少外匯 其他那些全部不行 所以 每個人走來香港 拿著數 全部拿著數 很快那些沒有盈利 沒有收入的企業 就來香港上市了 所有的融資發債 就用了香港 用了香港 因為他要外面那些買 你現在廣東省也不是很厲害 這個澳門更加是 你告訴我澳門 即是那些 所謂雞仔住 你做那些大眾賭廳 等等 坦白說一句 你怎樣維持下去 對不對 他告訴你 那些貴賓廳的盈利增加三成多少 是沒有用的 為甚麼 因為過去那兩年 你跌到谷底 任何全世界的賭 都是靠貴賓廳的 貴賓廳是佔了六成的 你自己看財務報表 當你的貴賓廳只剩一兩成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賭收就玩完了 我們那些去 我整副身家賭下去 大佬坐幾個小時 他也是賺你那少少錢 有用嗎 五加二好像全部都是圍著香港 那麼李家超呢 上去這裏上去這裏 你有沒有看到別人下來投資 沒有 大家留意一下新聞 即是李家超上去又去大灣區這裏 去這裏 有沒有看到他們來香港投資 沒有 全部都是借香港去發債 或者是將那些公司來香港上市 是吧 香港那麼多公司為甚麼不上市 香港大把初創 香港幾多街邊的企業是沒有盈利的 沒有收入的 為甚麼那些不讓他們上市 要國內那些來上市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甚麼事 所以大家的強積金 你自己 我之前說過就不重複了 你自己看好自己的強積金 好 新聞不多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看看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新聞 現在是4點45分 沒有甚麼特別的新聞 新聞是相當少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網址 可以分享到這裏 Youtube投資筆記 3月份 美股的收費版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這兩天會先出創科 接著到歐蘇丹 大家看看螢光幕 香港要環球投資日誌 今個月都是Youtube版的 歐蘇丹 Hermes 接著恆生 還有National Group 就是英國國家電力公營 主要這四個 我估計著巢就要放在四月份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Youtube下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是星期五 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大家記住看我們的一週股市大事 才放週末 拜拜